原住民立伟高金素梅 直询陈剑人后被全面围剿 管人剑即以他湖南父亲大作文章 台湾文化向来仇视外省老兵 与原住民女性的婚姻 当我看到诸国珍的回忆 League of Awuli-格拉勒 阿屋的著作时 张茂贵推广的眷村文化背后阴暗面呢 王伟中宝岛一村 光阴的故事漏讲了多少 这些外省第二代 继原住民第二代被台湾社会的种族仇恨现象 为何不被大家认知 1.外省老兵相亲娶原住民女性 高金素梅 因为有一位外省籍父亲被各式各样讥讽仇恨 我已经看过很多 管人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我就不赘述 但日前 我看到公事纪事电影《当飞机飞过》中 介绍了韩战反共议事陈鸿生 与排湾族女性结婚的故事 他提到往事 当年很多外省人到山上去相亲 每个星期六 日都来 来了三十几个 最后他选择了第一个 此后许多外省老兵都到山上娶妻 大儿子则表示 父亲因为是一二三来台湾的反共议事 有被怀疑匪蝶的可能 于是他军旅生涯颠沛流离 整个家庭经常搬家 这是我第一个为大家介绍的 原住民帅省老兵结婚的家庭故事 二 League of Awu 利格拉勒 阿屋他与他的母亲 在眷村的童年备受歧视 另外一位是League of Awu 谈他的生命故事 他的母亲是排湾族 父亲是眷村外省军人 在祖林遗忘的孩子中 他描述了他的眷村经验 League of Awu第一章 眷村岁月的母亲对父亲描述很少 毕竟是谈母亲 在世约前三页的字字句句中 都可以看出眷村对原住民及其子女的恶劣霸凌 引用如下 我有个原住民的母亲 当时眷村里的孩子根本就不屑于我和妹妹做朋友 于是我们除了上学就只敢待在家里 因为会被欺负 通常他们就叫我们山地人的孩子 当时村子里只有母亲与另一位阿姨 是原住民嫁做外省妇 其他的不是随老兵颠沛流离来到台湾的原配 便是精明汉的闽南籍妇女 无疑的母亲与阿姨在眷村中便是弱势兼少数了 母亲回忆说 那个时候许多眷村正流行着娶原住民少女 除了真正想要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定根而结婚之外 还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 是因为见到原住民少女的姿色 便兴起娶小老婆的应验 因此眷村里这一群曾经跟随老兵出生入死 却风华不再的外省及妇女 每当见到原住民少女时 就像是见到了豺狼虎豹般 急急忙忙的要把老伴拴好 免得被吃了 这是母亲的形容词 村子里有色的眼光仍像母亲身上排湾足的肤色一样 怎么努力也洗不掉 黑色的眼光不但照射在母亲的身上 也同时投射在我们几个小孩的童年印象里 山地人的小孩会吃人哦 的谣言不断重复地出现在我黑色的童年里 保护子女应该都是人的天性吧 尽管别人如何的污蔑母亲 她却不允许她的孩子受到一丝委屈 在几次我与美眉带伤回家之后 母亲便严格地禁止我们再与郡村的孩子玩耍 也不止一次地尊尊告诫身为长女的我 要确实尽到保护美眉安全的责任 虽然如此 我们却仍是不时带着伤回家 在每次母亲为我们包扎伤口的同时 我也看到母亲的眼泪落下母亲 缓缓地说 对呀 因为你们姊妹有一次又被邻居的小孩欺负 哭哭啼啼地跑回来告诉我 我就跑去找他们的妈妈理论 没想到几个邻居的太太全跑来打我一个 因为那时候你父亲不在 其实他们早就想打我了 因为我是山地人啊 只因为山地人这三个字 母亲就拖到村外被痛打了一顿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好小 当我跌跌撞撞 村里村外便寻步着母亲时 却意外地在眷村外的大水沟里 找到了满身污泥的母亲 简单来说 Liglove at Wood的童年 充满了被其他眷村小孩霸凌的记忆 甚至连母亲也被种族仇恨 只因为母亲年轻 只因为母亲是原住民 3.朱国珍仙女般的原住民母亲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朱国珍 我是因为在原住民电视台 看到他主持独立创作 才知道他是原住民的后代 因为在原住民电视台主持 至少双亲或配偶必须是原住民 这条路走了40年 谈到了母亲 文章说 朱国珍的父亲是大陆流亡学生母亲 则是花莲的原住民美少女 相差近30岁 老夫少气的日子只过了几年 母亲就离家出走 到台北林森北路六条通谋生活 因此在朱国珍的记忆里 从不曾牵过妈妈的手 而有一位原住民母亲 给朱国珍带来了许多伤害 因为母亲偶尔会穿着飘逸的雪纺纱洋装 脚踩高跟鞋 以一种仙女般的姿态 出现在保守的公务员卷舍 留言也随之而来 之后 心心敏感的朱国珍 因为母亲与众不同的打扮 生活方式和原住民协同 承受着林园一样的眼光 心情一直很郁闷 朱国珍也因此想不开 让最爱她的父亲伤心难过 然而 纵然对母亲有一些怨对 父亲的遗言却是原谅 朱国珍说 爸爸临终前特别交代我要原谅妈妈 但是我做不到 在朱国珍 我的妈妈像仙女 只有节庆日才会出现的文章中 描述的更加详细 包括母亲与他们的冲突 邻居如何批评 他最爱的父亲 娶了这么年轻貌美的原住民女姓氏 你知道你妈妈和你爸爸相差多少岁 三十岁 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陆国珍心中的喊是 他不是牛粪 他是世界上最帅最好的爸爸 这或许也是因为 父亲多个在深夜客厅 等待他们回来的影子 或是母亲像仙女般 离家到六条通生活 都是父亲努力 或即使笨拙 但无比努力的照顾 让他永远站在父亲那边 后来父亲晚年 母亲归来 直到父亲死后 某次与母亲一起上教堂 双方在唱圣歌那课 真正和解 在该文中 也可以看出 朱国珍最终能体谅母亲 他心情的转折 四 流传在排湾族的歌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嫁给了一个外省人 第四个要介绍的 是来自长老教会的一篇文章 一位伊亚斯传道 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排湾中 会投书开拓不一样的心境 接纳那些需要的人 一开头就介绍了 以足语写旧的一首歌 并且附上翻译 歌曲内容是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嫁给了一个外省人 他的年纪 像我们的祖父一样大 哎呀 像祖父一样大 不要不好意思 来我家玩吗 因为我们都是山地人 这位伊亚斯传道 现在大概已经是 长老教会的牧师 他本身也有位外省父亲 他介绍这首歌时说 这首歌在五零年代的时候 流行在排湾族的各部落里面 因为那时有很多的原住民少女 为了改善家绩 他们都在父母亲的强迫下 嫁给了大他们 如父亲般年纪的外省老兵 也因着这样悬殊般的婚姻 使得这群嫁出去的原住民女人 不太敢再回到部落里面 深薄被同年龄的朋友们取笑 所以部落里那些 与他们曾经一同 在山林间长大的男友们 就做了这首歌来呼唤他们 告诉他们说 不要再害羞 因为我们了解你们的处境 不管环境如何的改变或介入 我们都还是原住民 你 我仍然都还是被接纳的伊亚斯 对老玉仔有着更多的同情 他介绍了终身未娶的大伯 说他晚年才找到了生活在太北边境的女儿 他大伯最终的结局是 唯有几张女儿及孙子的相片 陪伴他终老在荣民之家 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伊亚斯提到 在民国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 有很多的原住民少女 嫁给了大家口中的老玉仔 他个人经验是 记得小时候 因为家住眷村 所以常常就看到好多的伯伯 娶了很年轻的原住民少女 而这些女孩 有很多都不会煮饭及做家事 连孩子也不管 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面 煮饭及带孩子的角色 都是做父亲的在打理 因为很多原住民少女不懂事 所以当外省丈夫换上军服返回部队时 在这群已婚的少妇中 有些就开始会擒梅竹马的擒狼 其实 这一些外省伯伯不是不知道 而是他们不想在他们的手中 再失去另一个辛苦经营的家庭 因此 从小 我很少看到这些外省人会打老婆及孩子 因为他们对孩子及家庭的照顾 是用他们的一生及心力在经营的 五影视作品中的原住民女性 嫁给外省老兵 吴念珍编剧的老莫的第二个春天 及王小弟编剧的卓剧场 谁说妈妈像月亮 吴念珍编剧的老莫的第二个春天 我曾经写过一个系列的文章来讨论 相较于前面三位以个人生命历程 谈原住民与外省第一代的婚姻关系 吴念珍的视角 这显得相当残酷 老莫的第二个春天的故事 简要来说 就是外省老兵到原乡 去娶原住民女性 剧中安排老莫 与常若松 各娶了一位原住民少女 老莫的妻子玉梅 虽然有宋瓦斯的阿郎牵扯 但最终 没有离开 倒是常若松的原住民妻子 妈娜 因为与外面的人鬼混 最终落了吸毒 死在桥下的结局 如果对比前数三人的真实生活故事 原住民女性 因为种种原因 嫁给年龄宛如自己父亲的外省老兵 如同伊亚斯所说 当外省丈夫换上军服 返回部队时 在这群已婚的少妇中 有些就开始会 情媒竹马的情郎的情况 其实无可厚非 但是吴念珍偏偏要把妈娜四死 非常残忍 也没有同理心 圣经中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祭 旷野中 没有食物 上帝从天下降下吗 拿妈娜给以色列人吃 对外省老兵来说 妈娜们 难道是上帝赐给老兵的食物 妈娜们可曾愿意 外省老兵们 面对其实 心不甘 情不愿的原住民少妇 伊亚斯说 外省伯伯 不是不知道 而是他们不想在他们的手中 再失去另一个辛苦经营的家庭 但身为子女的人 可能不会接受这种情况 也唯有历经人生之后 才能理解 为何自己的外省父亲 要子女原谅母亲 就像诸国珍 终于理解他的外省父亲 与原住民母亲一样 因此 当我看到无念珍编剧的 老莫的第二个春天 除了充斥刻板印象外 真的有一分一秒 站在那些年轻的原住民 女性角度思考吗 当剧中人 纷纷以翻婆 玉眉孩子不是老莫的批评这段婚姻时 除了反映出台湾社会 对原住民女性 与外省老兵婚姻的种族仇恨外 也欠缺对这么年轻 原住民女性 就要嫁给老婆的同理心 另一部戏 是王小弟指导 编剧的 卓剧场 谁说妈妈像月亮 简单说就是 外省老兵骨灰回乡的故事 但包装在原住民婚姻的故事中 剧情中有一段 是来自眷村的公公 因为歧视原住民 认为儿子要娶的原住民 江美恩要贪他的钱 而反对这段婚姻 我看了觉得非常莫名其妙 如前所述 只要对过去老兵历史 有极为皮毛的了解 也会知道 老兵娶原住民非常常见 不会有 还跑去开工居的退伍外省军人 反对与原住民婚姻的可能 或许王小弟 因为出身超高级外省人家庭 父亲是蒋经国手下秦志 头子王生二级上将 才会有那种高级外省人心态 闭门造居的怪胎奇葩剧本吧 反过来说 这部也反映出 这些编剧 魅于现实 而写出的歧视剧码 六 这就是台湾文化 对原住民女性 与外省老兵的种族仇恨 我提过 张茂贵曾在2007年底 与北市文化局台北论坛 眷村保存运动会议中大谈 我们也不认为 就是眷村就是等于外省人 眷村跟外省人 这个历史是有绝对的关系 但是 你要把文化的视野 跟广度打开 你就会发现 眷村里面 其实有非常厚重的故事 那关于原住民女性 在眷村中的处境 有一分一秒 进入过主流叙事吗 眷村厚重的故事 容不下沉重 为何影剧作品 不是王生女儿王小弟 激进捏造的眷村鬼话 就是吴念真 急着老墨进行的道德审判 这个包含阶级 省级的弱弱相残 在台湾文化眼中 又是多么充满种族仇恨 我对这些外省老兵 及原住民母亲后代的子女 不能说与他 他们能感同身受 只能说有类似的记忆 我从小就因为母亲的身心障碍 被受邻居指指点点 母亲也禁止我们出去玩 以免被欺负 甚至到我父亲死后 我去佛具店买一些佛具时 当时女老板知道 我父亲是外省老兵 母亲是本省人后 就不断强调 这种外省本省的婚姻不幸福 这种婚姻是老兵抢本省人 这些我都提过 如今又看到类似的指控攻击 或莫名其妙 就是反对一些外省第一代 与原住民女性的后代 不得不感觉到台湾文化 充斥种族仇恨的恐怖 我看过许多原住民子女否认 或不再提起 有个外省父亲 而完全投入原住民认同 但我也在原住民电视台 看到许多不同原住民族子女 可以骄傲的同时拥有多元族群认同 例如父亲泰雅 母亲台湾 父亲阿美 母亲汉族 而现在认同的巫名 竟将领到这些人的外省父亲 谢氏中曾写过一本书 认同的巫名 台湾原住民的族群变迁 我的理解是 认同的巫名 是殖民政府 与优势主流文化 打压原住民族的结果 若对照我前面提到的台湾社会现象 可不可以说 台湾文化对于非主流 或非优势族群的种族仇恨 永不止息 Blackjack 2023年3月20日